嗯 哦 转了 你转起来了 哇 很美耶 掌声鼓励 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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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报 我大概可能我们烤了5分钟罢了 它是有烤盘纹路的 今天我要在家里面做 大牌刀 因为前几天呢 我在Nazada买到一个很可爱的东西 它就集合了烤网 烤盘还有尖盘 三合一的烤串机 很Cute哦 给你们看 噔噔 踢劲烤串机 我就是看这种颜值才买的 它整个就是颜值淡当 因为它的全白色 我完全就是 白色就是我的本应色 你懂吗 就是放家里面 搭每个家具都OK 然后它手边这边 它做了金色的这种镀金 就是不会打热 然后又很好看 然后上面这边 它做了一个透明的玻璃盖 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肉 在里面做啊 就是你可以实实眼睛看着肉变熟的样子 就是很疗愈有没有 它整体其实也不搭 就是这样子吧 就是比如说你带去Staycation啊 什么啊 都比较容易携带啦 我也是看中这点 就是我们可以带去FB&B 可没有喝酒 然后吃东西这样子 反正就是很多功能就得了 到底有多少功能 我们现在马上来实测吧 我给你讲这个实测 我应该整个早上不用吃早餐了 我们开始吧 噔噔 第一个准备的就是烤串时间的问题 我已经提早叫阿Ken 帮我弄好了 这个就是 微花肉 等一下叻 烤串怎样用 就是 打开 然后把这个里面的隔层拿出来 为什么这个肉上面有一条毛了呗 你没有洗干净的 OK 这样子的 你看啊 有一些东西我们做到比较宽的话叻 我们就要割远一点 不然它转的时候转不到 第一层不够放的话 其实我们还有下面一层 它总共有两层 所以我们可以放下面 哇 这样子一供下来 就是可以一次多烧14支 啊 你们做细一点 不然这样子的话 你看我要分开了 然后还有我的asparagus 这个很重要 我很喜欢吃asparagus的 诶 这样子看真的很美诶 你看有阳光打在我的肉上面 OK 我们现在可以准备烤了 这些肉哦 全部我已经腌好了 所以已经有味道了 它其实操作非常简单 它就只有两个button 第一粒button就是模式 就是你要旋转看 你现在是烘烤 还是烤串 还是烤盘 要我现在是烤串嘛 就放去烤串哦 等这个就是时间 所以我等一下一扭 它就开始转了 噔噔 哦 转了 你转起来了诶 选转烤串串 选转烤串串 它这个gank的gank 干什么 然后我在上网看的时候 它讲它是无油烟的 诶 真的是没有诶 所以就是去A,B,B的时候 就中怕无足吗 有很快 它已经有一种 嘶嘶嘶嘶嘶的声音了 这样子 诶 你这个虾子已经开始变成绸了诶 你看它尾巴跟头 算算我去看那个数据 是讲说7分钟到10分钟 这样子就会好好的 我才过2分钟罢诶 然后超快的 看起来很好吃诶 不亏我早上饿了这么久 虾子好料药好料 我觉得有什么好叻 就是平时我们BBQ的时候 要自己在那边看着那个火 然后自己转自己转 对 我们现在就不用自己转 因为它可以360度自动旋转 你就放着给它转 大概我们等个7分钟 那个食物就可以吃了 多方便 其实我们可以set时间 就是10分钟 20分钟 30分钟这样子 常开就是一直always on 所以这个就要看火 但是那个食物会偶尔空吗 会 所以对了我们要看火 我们就可能放个10分钟 我们可以看下自动停 它就自己stop了 这样子它一直自动转 就会变到整个食物就很均匀 像是AirFryer 其实有时候你煮东西是不均匀的 因为你放食物在上面 下面那个你就烤不到了 但是还因为这个有转转功能 它就整个烤到很均匀 你看它不用set温度的 AirFryer Microwave那时候 你可能还要set温度 它这个就不用set的 它只是开关多少分钟 这样子而已 然后还有模式 就是超简单的 我个人觉得 然后如果你不懂 那个时候要煮多久的话 这边还有写下来的 比如说牛羊的话是6到10分钟 烤鸡吃就25分钟 还有排骨啊 披萨啊 饼干 蛋挞都是可以弄的 就是你跟着它的时间 你就可以知道了 这个猪肉应该再多一下 因为猪肉不能吃生的 所以我们再多一下 这个不能煮上去 你看我Aspiracan 熟熟了 现在我要展示第二个功能了 就是烤网 烤网 很方便的 要直接放上去吧 然后你就可以下面一边烤串 然后上面就烤别的东西 看到我准备 超美的 Scalop 放上灵魂酱汁 好珍惜哦 哇 看这里有一个是辣椒比较多 这时候我就要把功能转去烘烤 转去这边 这边才会开始煮 下面继续再转转 然后上面已经开始在煮了 试吃时间 Bacon包金针菇 直接这样吃啊 嗯 我这个是烤得很均匀啊 烤得很均匀 这是我最喜欢的芦笋 嗯 很甜哦 这个很甜 可能你没有听过川简这个品牌啦 其实川简哦 他们家其实生产都很出名的国际大品牌 比如说九阳或者是松下啊 所以它也不是新的品牌来的 它已经做了12年的家店了 所以我是觉得可以放心买了 诶死了呗 你看 那不停 应该是要多一下子啦 我猜 多一下子这样我吃这个虾先 会 专业人士吃虾子 洗虾头 哇真虾哦 哎呀 这个虾没有油 健康 我 tin 我的"? 我给你 我给你 我打醒你 我给你 我信你的口 我信你的口 ¡ 我信你的口罗! 我信你的口罗! 你吃唤鸟 上面的差不多 下面的口罩好了 我们可以拿出来啊 哦 这个 哇 很美耶 哇 美丽 美丽 掌声鼓励 哦 等下 等下 这个我下去很烫耶 小心小心 吹一下吹一下 还有辣椒 少掉辣椒一斤点 熟了熟了 是吧 一下子爆了 大概可能我们烤了5分钟罢了 5分钟 真的是5分钟就熟了 第三个功能就是烤盘 我刚才把那个烤网拿出来了 现在我就放进这个烤盘 就是说如果你刚才吃完了那种烤串之后 你还是觉得不够饱哦 这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烤盘去煎东西 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个 marinated的鸡扒 我们就可以煎这个鸡扒 这个是什么调 什么香料调味 cafe lime 点缀一下 一起炒 一起炒 这个锅都没热 它的扒就落了 诶 是要先刷油了 不用啦 因为它是marinated的 哦 这样不用啦 模式 转去烤盘 然后时间一样哦 我们敞开 OK 我们现在鸡扒放20分钟 看看20分钟后还有什么样子 看它熟不熟 有没有哦 哇 好吃到 是你腌的好吃 还是他煮的好吃 当然是我 哈哈哈 等下 那么生娃 啊 之所以那个烤网会这样好吃 就是因为 Acat买了这一块烧烤料 耶了的啦 大家去买这个烤烤料烤烤烤 这个很好吃 真的 真的 这个缺水亮灯了代表我是要加水 对 因为它是要用蒸烤的方式 让这个肉更嫩 所以 打开 嗯 加多一点点 可以 OK 进去 哦 哦 证明水加得够了 哇哦 反一下 哦 很美耶 它是有烤盘纹路的 哦 很美耶 诶 肉只要长到有那种胶和那种烤盘纹路就是很漂亮 好啦 三道菜就已经煮好了 现在大致就讲一下我对这个TGIN烤烤烤机的使用感受 其实我个人觉得它有几个优点的 首先第一就是它使用非常简单 它的button哦 只有两个吧 不是你 就是它 所以使用上面就是老人家小朋友他们都可以用到 第二个很重要就是无油烟这个问题 因为女生吃烤烤就是很怕头发衣服弄到臭臭 然后而且我现在是在室内里面烤哦 也是很怕弄到整个房间是臭的 但是它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它是用上了这个仿炭火烧烤技术的 就是很像炭火去烧烤 可是 没有炭火 它没有炭火 第三就是受热均匀这一点 因为它可以自动的360度旋转嘛 所以每个食物都很均匀的受热 第四功能性很强 因为它集成了烤串烤盘烤网 这三个东西都是我们热肠会用到的烧烤模式 所以就是说你放在家里面 你不用怕没有机会用到它 它整个给我的感觉 就好像平时我们跟朋友聚餐的时候 我们讲要吃BBQ要吃烧烤哦 你就想到什么 热流汗很辛苦不舒服这样子 可是有了这一台机之后 其实就可以在家里面在Aircon房间 就可以做BBQ了 然后叫朋友上来就是凉凉凉凉一起这样烧烤 就不觉得这样子比较好呗 然后有一个东西要告诉你们就是说 如果你们用完了之后你们要拿去洗哦 其实也是很容易的 你看这篇 登登 它整片都可以拿出来拿去洗的 所以在清理上面也没有问题啦 如果你们对这一台机有兴趣的话 4月4号有Promotion 329就买到了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买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解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